特斯拉到底有多安全 昨天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事故 一位特斯拉车主带着一家四号 不慎坠入一号高速公路旁边的悬崖 加州的公路巡逻队和消防队收到求救 立即出动直升飞机进行营救 最后发现特斯拉掉落的位置与悬崖相差 250英尺 大约80米的高度 看到车辆的残骸 救援人员认为可能没有生存的希望 但奇迹却发生了 车内两名成人和两名儿童全部没有生命危险 两位儿童仅仅是轻伤 随后救援人员通过直升机 将一家四口全部救出 救援人员事后在采访中告诉媒体 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们全部活下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从250英尺的悬崖掉落 不管是什么车 都难保证车内的四个人全部活下来 但特斯拉确实做到了 他拯救了车主和他的家人 根据目击者称 特斯拉车主似乎没有注意到旁边的悬崖 车速较快 通过隧道出口之后 直接掉下了悬崖 一个奇迹般的案例 特斯拉的五星安全评级 得到了真正的安全验证